来看看征婚和欧阳慧的征婚行为 算不算是叫鸡的行为还是 欧阳慧心目中的核心想法是什么 从很多口供感受到欧阳慧可能是一个比较岸直的中老年的人 但在男性的自尊方面也是奇高的 从不同口供也是这样强调过 她是很单纯的一直声称自己 我跟她协议了借3万元给她 她也是同意的 双方是一个口头承诺 但大佬 come on 你不是第一天出来趁出来滚吧 那女儿越阳过来然后开口借3万元 你觉得她真的会还吗 至于期间中途为什么一直还几千几千呢 可能是吊着她的隐忍 吊着她的隐忍 即是吊着她的隐忍 而且她记得拿照 就算是她自己的也怎么样呢 她没有样子 就算是民间公审她 你真的爆了她的隐忍 还有之前我们分析过借钱有五个重点 其中最重要是抵押品 可能欧阳伟会觉得抵押品是拿照 但拿照就算有样子也犯法 持有这些照片也会惹上官非 所以征婚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多角度去思考 就有可能在很多人眼中的一种交友app的升级版 即交友就是交一条女儿回来 或者交男朋友认识异性 但征婚就是升级版 直接开宗名义是希望如果对的投契的就结婚 下面会有不同原因 例如欺骗一些身份证居留 以至还有一种向父母交代 可能是有钱人 她又不知知不知知不知 认识不了女朋友老婆老公公开去征婚 总之又删到一个就一百万 删两个就二百万 再牵涉到借种这些 但更多都是一种美丽的弱炮词语 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交友app的升级版 交友app以前真的有一个女同事 她常常以这一件事自据 当年在ICQ玩玩玩玩 就认识了男朋友 现在这个男朋友就变了老公 最后接触的女同事 她的老公目七也是好儿子 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有这么美丽的解虎 就是ICQ 如果当年大家有玩玩玩玩玩 就是会知道 完全不知道对方是什么 文字通讯而已 只是文字通讯而已 无上无上 光纯 只要文字通讯 可以识到接触交友 通常是约炮 拍散拖 吃散餐 结果真的有美丽的童话结局 结到分 交友assimer 更多都是骗局,对方可能是骗子,接触那边可能是纯情羔羊,笑蓝,扎蓝,中老年的扎蓝旗赏 也可以在两边都是骗子,大家摸来摸去好像是对方骗子,你又知道我骗子,我又知道你骗子 拜拜,完结 最美丽两边都是纯情少男少女,促成了一段美好的姻缘 更多都是一边骗子,一边是纯粮泪文羔羊,一个甘心出来被人骗,一个全心骗人 其实看回王清霞一直说自己这样那样,怪自己贪心 一时弟弟的理智是盖过了大佬的脑巾 觉得他真的是飞机师有钱女 大佬有钱女会不会骗你中老呢 他又很贵要面子的,男人的自尊很高 大家听他说话会感觉到一个中庸的脑子 又有点色情色 然后他真的会觉得王清霞是女神 所以真的愿意借三万元给他 而王清霞就是为什么能够狠 去到被他 扯了三宫 可能也是希望 因为钱未到手 希望服侍他妥妥妥当当 真的会 上下都会倒下来 首先大佬那个大佬 已经蒙蔽了 真是当他女神 有钱女我这次中乐彩头奖 有钱女竟然喜欢我 想到我这么紧要 抢我三锅 下边 弟弟也吃到你饱 抢你干 被迫着 你真是神推鬼公就去按钱给他 说真的你理性点 怎会这么免费 借到钱又还给你 财道光棍手 不是第一天出来做人 欧阳慧都五六十岁 正所说一夜夫妻 人家是八二元 他就是三万元 归根到尾 这些征婚实际就是 约炮交友Apps的升级版 有几种 一是全心 欺骗诈骗的 美丽的方言 另一种是真是约炮 最后就找虾条吃 第三种就是 真是纯情少男少女 以为那里可以找到初恋真爱 所以ABC 对面有ABC 成为 就有九个组合 有很多美丽的误会 其中这个就是 现在你看 那条女 全部都是谎言 还敢去告别人 他真的刚刚告就好 把所有东西都扬出来 拿在法庭 很多人去旁听听审 另一种就是 抓老公 有句国语叫抓爸爸 抓爸爸 这种抓老公 那时候有一个 成都的交换身 差不多要走了 够期 结果真的拿了指派公开找老公 本人99年 身高164 体重经常变 四川成都人本科还活毕业 不太会做饭 但会做饭 没车没房 但有幽默感 身体健康 即将可能会在 某一天有月收入 总之不是个坏人 这样的条件都可以征分 大概希望拿回一个 居留的身份 这些也经常会看到 给到很多的征分 身无悔 死无据 不需经济 有些听我说了 也有一种 婚姻介绍所 其实 离不开都是这样 征分只是另一种词语 另一种交友词语 那些选择 全部离不开都是那些 只要那些选择 有个中介人 变成会比较容易跟得到 如果你自己私自在网上公开征分 说真的 线蓝顺女也不会跨境坐几个中飞机过来 还有有所求 要你三万元 借款 虽然美其鸣口头协议借钱 你让我搞 我会借钱给你 说真的 这是什么交易 就是性交易 只不过他就强调 性交易就还性交易 但是那里我不是给的 我不是叫鸡筹金 我是借钱给他 条件就是你肯让我搞 我就借钱给你 对吗 又是天真了一点 一条女儿肯让你搞 然后他没有任何筹路 借了你钱 要还 你确保他还 你凭什么会认为他还 对吗 这里有很多 例如生第一胎100 生第二胎200 很多就是向老爷交代 生完就攀你走 很多都有 有些比较生得养衰的 富家公子 真的追不到女儿 又不想 去贴钱给蛇精 对吗 又要生孩子 就是趁年生生 你越老 越吵架的嘛 早点生 唯有 索性用钱买个儿子 就是借种 借女儿回来直接配种 又不是借种配种 配种 你生完两个就拜拜 香港有些 过亿万富豪也好像有 好像没有结婚的 只是只是生孩子 生完就给你退休金 善养费 拜拜 有呀 记不记得 有呀 有很高的就好像是 生几件 拜拜 有些就直接不断生 生六件也有呀 有些有钱人 做人育生孩子机器 所以你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想想 你会虚的嘛 生六个 那个文敏 张志恒的老婆 都是生四个 生都受不了 你真是全程是要休养的 一到吃补品 什么都做不到 就只生孩子 可能七到八年生六件 最重要是多生孩子 有钱人 另一种就是婚姻介绍所 其实不是那些 约会 恋爱配对 只要美其鸣 是由 交友 男女朋友 变成婚姻 全部离不开 都是那样 所以哪有可能 在网上登广告 有条件的女儿 又银飞机 又工程师 两个博士学位 家里又超级有钱 到无限金钱 她要来问你借三万元 那就是 kleinen帅 但是 但是有些人就是 弟弟蒙蔽了 大老尽腻 这就是 交友apps 药炮软件的 美丽 waters 其实都是 吃虾条 所以有些人 现在就是我说了,开场就是有三种人,玩交友apps 真是那些纯情少男少女,想着在里面找初恋,找个真爱 另一种就是骗子,全心骗钱 第二种就是只骗虾条 第三种就是找初恋,纯情少男少女,真是以为里面可以找到初恋,找到真爱 就是骗钱,骗虾条,找初恋 只不过这三种a b c,双方面究竟你很不幸 如果你初恋又遇着初恋,就像我刚才说的,以前有个旧同事 玩ICQ也是认识到老公老婆 如果两边都是想只吃虾条,都可以,出来约炮 铺铺青 如果两边都骗子就不会成立,千上千就 大家都会捉到路 骗子遇着纯情少男,就骗到你鸡毛鸭血 很简单 骗子遇到骗虾条 也未必成立 我要给虾条你吃,然后你要问我拿三万 拜拜 也不会双约出来 简单直白就是一种明白明白 别人都说明要三万元 只不过美其名是借 欧阳伟就自己 那么顺情一个中路连扎男 就真的觉得对方会还 现在人家真的不还,你又觉得 大家口头歉意,你不应该不还,好像很坏 哪里一坏,就怪自己 弟弟愚蠢 有时候大佬就精灵,弟弟愚蠢 一时理智被弟弟的 情欲蒙蔽了,就会做傻事 当买个教训,说真的 韦哥还在纤扰说那么多把柜 这一集来到这里,有什么想法呢?下面留言